苹果营养丰富 很多人都喜欢 基本每家都会存有或多或少的苹果慢慢吃 当然有一些人喜欢吃苹果 也有一些人不喜欢吃苹果 苹果的维他命是水果当中含量最高的 因此多吃苹果对我们的皮肤非常有好处 常吃更能够保持皮肤的光滑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吃好 什么时候不吃好呢 第一 吃苹果的时候建议大家早上吃 比晚上吃更加有营养健康 因为苹果当中富含酸性和糖类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补充我们体内的糖类加速新陈代谢 让我们整天神清气爽 还可以防止便秘 所以说早上吃苹果是最有利的 而且能够方便我们人体吸收 大家吃苹果一定要选择早上了 第二 吃苹果建议大家饭前吃苹果 比饭后吃更加好 为什么说饭后不要吃苹果呢 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已经吃得非常饱了 如果说马上吃一个苹果的话 会导致胃胀 胃不舒服 同时还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建议大家苹果饭前吃 因为苹果热量是非常低的 而且里面含有很多的纤维 我们在饭前吃苹果可以增加饱腹感 对于减肥人士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说实在想饭后吃苹果 建议大家吃完饭后两个小时再来吃苹果 第三 温馨提醒大家 睡觉前千万不要吃苹果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很多朋友喜欢晚上睡觉前吃一个苹果 这样做非常不好会增加肠胃的负担 因为晚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如果说肠胃一直蠕动 蠕动过快的话 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会导致胃胀 所以说睡觉前千万不要吃苹果 同时苹果当中含有大量的糖类 如果睡觉前吃苹果的话 没有刷牙 很容易让我们长住牙 建议大家睡觉前千万不要吃苹果 第四 吃苹果不需要削皮 很多朋友认为苹果表皮非常的脏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将它清洗干净 因为苹果皮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有抗氧化功能 我们连皮吃的话 对身体更加有好处 清洗苹果的时候 可以借助食盐来帮忙 直接将食盐撒在苹果上 可以多撒一些 然后给它揉搓一下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功能 通过摩擦可以快速地去除苹果皮表面的一些辣 就可以轻松地将苹果皮清洗得非常干净 就可以连皮一起吃了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